如何用手机完全在本地摸的Windows 玩电脑游戏3A大作 而不是用于内脑或者远程 今天一个视频全部告诉你 目前想让安装手机可以运行Windows上的软件和游戏 一般有两种方案 一是直接在手机上装Windows系统 这种方式操作难度比较高 非常挑硬件 并且对手机的破坏性比较大 所以我们直接略过 二是在手机上摸的一个Windows的环境 这种方式实现起来相对简单 并且有很多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可以供我们使用 目前我知道的用的比较多的方案有三种 Limbo虚拟机 Winletter模拟器和Termax Limbo是一个存在了十几年的开源项目 它可以在安卓上模拟ARM和X86价格的搜索系统 但这个项目目前已经没有维护了 性能比较差且操作麻烦 我们不再多讲 感兴趣的可以自行了解 Winletter是一个去年发布的Windows模拟器 原理也很简单 先使用BOX在安卓上模拟Linux环境 再使用Wi在Linux上模拟Windows环境 从而达到Zermbo上运行Windows耳键的目的 目前这个软件在积极维护 使用体验和兼容性也相当不错 尤其是在最新的6.0大版本 做着把应用和数据包合一之后 甚至已经可以做到一键使用了 首先到Github上下载它的安装包 或者下载我分享的这个版本 这是由UP主波哥制作的汉化版 并做了一些优化 要够好用 在这儿要感谢大佬的付出 首次打开之后 给它文件访完全限 它会自动安装系统文件 等它安装完后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创建一个新的容器 能看到很多配置 包括分辨率 显卡驱动 下面甚至能设置显卡型号和显存 最高能设置到1070 如果这些你不太懂 可以直接什么都不管 全部使用默认的 我们点击下面一个叫驱动器的设置 这儿显示的是地盘和翼盘 在手机上的位置 在这儿可以把地盘的位置记一下 一般是在download的文件夹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对号 创建一个容器 创建完之后 就能在手下看到它了 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运行它 进入环境后 我们就能看到一个 类似电脑的界面了 可以看到 一共有三个盘 刚刚 我让大家记下了地盘 在手机上的位置 这时 我们回到手机里 把游戏或者软件的安装包 放到对应的位置 也就是download的文件夹 再回到容器里边 就能看到它 并且安装使用了 那么 它玩游戏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简单测试一下 首先试一下最后都市 可以看到 打开游戏 进入游戏都完全没有问题 并且在我的8件2上 非常流畅 但手机上没有鼠标键盘 应该怎么办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买一套鼠标键盘 插在手机上 另一种是设置虚拟键盘 我们在屏幕边缘 策划返回 会弹出一个菜单 选择输入空间 点击这个小齿轮 选择这个叫template的配置 点击右侧的复制按钮 把配置拷贝一份 然后重命名一下 比如我现在玩的是 最后都市 我就给它改成最后都市 不想用模板 也可以点击加号 自己创建一个空白配置 点击下面的空间编辑 我们就可以自定义 设置屏幕上 要显示的键盘按键了 比如 我先把右边的这几个按键 设置成最后都市必须的空格 F键和鼠标的左右键 设置完按键后返回 配置文件选择最后都市 点击确定 我们就有键盘用了 然后就可以愉快地玩耍了 它的金融性和性能 还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你的手机配置不错的话 它甚至可以玩一些 要求不是特别高的3A游戏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第三种方式 Termax 这个软件 其实我们已经分享过很多次 简单来说 它的作用就是在安卓上 模拟Linux环境 我们可以使用它 安装运行Linux系统 那么要做的其实就很简单了 只需要在Linux上 套一个Y金融层 就可以运行Windows软件了 比较幸运的是 近日Termax的项目有很多 所以我们不需要自己折腾 比如我们之前分享过的TMOE 它可以很简单的 在安卓上安卓Linux 今天分享的这个叫Mobox的项目 也可以实现点几下 配置完成Y 从而实现安卓运行Windows软件 我们在Github上 打开它的项目主页 选择中文文档 按照文档的要求 安装这三个软件 在这点一下就能下载 其中的这个Termax 也可以用更好用的ZeroTermax代替 在使用之前 要线条账行网络 保证它可以访问Github 打开Termax 复制粘贴这条命令 按下回车 在弹窗里 给它文件读写的权限 稍微等一会儿 等它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键盘输入2 按下回车 然后继续等待 等提示这句话的时候 就已经安装好了 输入Mobox 把它运行起来 进去之后 看到这个菜单 就证明已经打开了 在这个菜单 点击方向键 是上下移动 按下回车 是选择 这里有很多设置选项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 这时 我们先退出Termax 打开刚刚下载的Termax X11 点击Preferences 把这两个选项勾上 回到Termax 选中Start Y 按下回车 它会自动调整到Termax X11 到这儿 我们就看到熟悉的Y界面了 需要注意的是 Mobox官方版本 是没有自带键盘的 你需要自己外接键数 或者使用刚刚下载的 Input Breach 设置屏幕键盘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行搜索教程了解 以上 我讲的只是两个软件 比较官方的版本 其实它们各自 还有很多的第三方版 可以实现更强的功能和性能 比如 UP主播哥分享的版本 或者 IOC的我分享的超弯版本 另外 由于它们都是通过多层转移 实现的安卓模拟Windows 所以在兼容性上 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不能保证 能运行所有的游戏和软件 并且 它们更适合 骁龙CPU的手机 零发科和麒麟版本上的 运行效果 可能会比较差 Winlater使用起来要更简单 适合爱折腾的用户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雪莉九九 我们下次再见吧